9月1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通话 这是拜登接掌白宫之后第二次与习近平通电 双方针对关键议题进行意见交流 但是外界并没有看到中美两大强权之间的关系有任何突破性进展 目前也仍未知道拜习会是否能在今年登场 而在拜习通电之后中美双方也举行了政党对话 该消息是由中国官方媒体揭露 但美国方面却是对此事之子未提 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官方新华社和环球电视网9月13号都报道指出 两国在当天以视线的方式进行了中国官方所说的第12届中美政党对话 并称此次对话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主办的 不过美国媒体并没有报道本次对话 据报道参与了对话的美方 要人以及民主与共和两党到目前为止都只字未提 新华社报道称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参加对话并且表示 中美政党对话有利于增进两国沟通理解和相互信任 表示中国愿同美国两党一道 充分地发挥政党在国家关系中的政治引领作用 推动双方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加强协调与合作 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增添更多的积极因素 另外报道指出 美国民主党代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 黄蒙克州前州长迪安和共和党代表前贸易代表 处访与城市发展部前部长希尔斯等等表示 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中政党对话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段时间以来 美中关系经历了一些艰难时刻 但是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共同利益 需要更多开展高层次对话 增加信任 推动合作 促进各自国家发展 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但是美国媒体并没有对本次对话进行报道 中国官媒中提到的参加对话的美国两党代表 黎安以及希尔斯 也没有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提到本次对话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也没有发布任何派代表参加本次中美政党对话的消息 美国之音记者透过电子邮件和电话 分别向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与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以及希尔斯大使的公司求证 但是在结稿时都没有得到回复 参加这次对话的迪安和希尔斯大使 被中国官媒称作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代表 但是他们是否受到两党的正式委派参加这次对话 目前也都没有得到证实 与此同时这两位已经离开政党多年的人士 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当下的美国两大政党也是一大问号 台湾汉光37号演习在昨天登场 中时综合报道 根据台湾空军发布的攻击动态 昨天上午台湾空军进行行动力保存科目时 一架解放军运巴远干机闯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研判是由制航激励出发的两架幻象战机 前往该空域监控攻击活动 相较于平日 为了避免消耗战力 解放军机至台湾西南空域侵扰时 空军都采取飞弹追尖 必要时派慢速机监控 较少触动战机 而昨天一架解放军机 运巴远干机的出现 使得战力保存演训科目 更加的贴近实战训练 解放军干扰台湾事件频传 在欧美国家对台湾的认同度 升高的背景之下 中国外交部频频喝止 他国官员的涉台言论 解放军更是不断地派出军机扰台 并且进行相关军演 以武力威吓台湾 联合早报报道 8月5号中国南部战区的舰艇编队 就在南海举行登陆战斗训练 根据南部战区微博消息 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支队组织的 舰艇编队登陆战斗 9月5号清晨在南中国海 某海域打下 编队三艘舰艇 闻命而动 进击前出 突破地岸防线 同时登上敌战岛 根据介绍 此次编队登陆训练 该支队立起备战打仗鲜明导向 加大险南克母训练力度 先后对编队运动 编队饭水 夜间靠毛搏剑 等等克母进行专攻精炼 提高了支队官兵登陆作战能力 而本次编队似乎也是对台湾发出的警示讯号 四方安全对话国家 近来针对应对中国威胁等等核心问题 频频进行会谈 根据白宫13号宣布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24号主持 四方安全对话领速高峰会 地点设在白宫 这将会是四国领导人 首次的亲自参加这场光峰会 综合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莎奇在一份声明中说 接待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 表明拜登与哈里斯政府 有限的考虑参与印太事物 透过新的多边合作 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 莎奇说 四国领导人将专注于深化关系 并且在打击新冠肺炎 应对气候危机 行星技术 以及网络空间上建立伙伴关系 以及促进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 等等领域推进实际合作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结束美国最漫长的阿富汗战争 使政府能够将资源和注意力 转移到解决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 另外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 基础设施将会是本次峰会讨论系列议题之一 而本次的峰会在之前就已经有传出风声 拜登政府的印太事物协调官康贝尔 7月间就曾表示 这项计划已久的高峰会 应可促成有关疫苗外交和基础建设的决定性承诺 本次峰会除了坚定美日印澳同盟对中关系之外 外界也不断地讨论美国应该要拉拢更多的盟友 形成民主国家阵线以对抗极权国家的威胁 美国众议院上个月25号就提议要扩充五眼联盟成员 范围扩及到日本、韩国、印度、德国 韩联社报道 韩国国防部长徐旭在韩国、澳洲双边外长及国防部长二加人会谈后表示 该议题需要多方研究 并强调接下来会是讨论状况透露资讯 至于是否加入由美国、日本、印度及澳洲组成的四国集团 他则表示 韩国政府秉持开放透明的原则 愿意在任何协商上进行合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一年不断发表东升西降的论述 向世界宣扬美国衰弱了中国强大了的讯息 但是这样的说法在美国专家眼中却是单纯的胡彻 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福格森 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时表示 展望未来20年 他认为此时美国衰弱 中国正在兴起 亚洲世纪已经开始的想法是大错特错 他指出 正如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终究是一个无法持续的事业 以权力集中在非常少数人手中 对党缺乏任何法律问责 所有这些都将产生可预见的腐败后果 以及终将崩溃的经济模式 他说中国正在崩溃 人口结构 债务动态非常糟糕 而其合法性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的监控装置 以及愿意粗鲁的宣传 当一名领导人宣布 由他来决定孩子花多少时间玩游戏 你就会知道尽头不远了 所以他打赌 未来20年将会有中国系统危机 同时美国将会再起 而英国知名政治评论家也认为 习近平艺人专制将会危害中国 法广引述金融时报报导 政治评论员拉赫曼认为 习近平搞个人崇拜 要人人研读习思想 限制小学生英文学习 打击企业家 阻碍民间企业活力 导致整个社会弥漫恐惧 对中国社会构成极大危害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果 让北京当局开始宣传 所谓值得世界榜效的中国模式 但是曾有效推动 中国政经发展的中国模式 又与习近平模式是大不相同 有必要明确的区分 他认为 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 基于摒弃个人崇拜 要求官员实施求是 放手实验新的经济政策 最重要的摆脱对全知全能的领导人的恐惧 但是在习近平时代 中共是再度拥抱个人崇拜 2017年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 2018年废除国家主席任机制 中共目前强化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是为了明年的全国代表大会铺路 习近平将会被塑造成超群绝伦的好皇帝 任何人要公开指出错误都将会非常困难 像中国这样没有独立司法 民主选举及自由媒体的国家 强人崇拜不受实质约束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大危害 BBC引述录后社消息 南美洲国家乌拉圭目前正在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 此举可能推动乌拉圭成为南方共同市场 与中国经贸往外的门户 南方共同市场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组成 该组织对外实行共同关税 旨在于推动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南美长期以来被看作美国的后院 但中国近年来在拉美地区推动一带一路 与经济援助快速地提升在该地的影响力 再加上中美关系不断恶化 南美洲有可能会成为两大国竞争影响力的新战场 去年南美国家玻利维亚前总统豪尔赫基罗加被问到 美国与欧盟他会选择谁 结果他回答会选择巴西 第二个选择中国 这就是南美洲的现实 长期以来南美被认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对于域内各国保持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书中写道 将美国的区域霸权范围划分为南北美洲 南美洲在地理上是离中国最远的地区 其中阿根廷是离中国最远的国家 以往与中国经济和政治联系也较弱 但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长 全球化程度加深 原材料复及农业发展的南美洲 与中国的经济互补性就凸显了出来 除了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之外 中国在该地的政治存在也越来越大 由于台湾的邦交国大量集中在中南美洲地区 这里也成为了中国争取政治影响力的热点地区 近几年 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 先后与台湾断交 承认了一种政策 而近日台湾邦交国宏都拉斯将举行总统大选 其最大反对党候选人 就表示若当选就会与中国建交 这代表届时就会与台湾断交 综合报道指出 事实上宏都拉斯有意转向中国 也并不是第一次 从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初 中国就大力地挖角台湾友邦 宏都拉斯就一直是中国的目标 不过过去许多台湾的邦交国 在转向中国之后 多半都释出了后悔的讯息 认为本来的承诺都没有如实达成 对此 台湾外交部面对宏都拉斯候选人 这次当选承诺 当选后表示就要转向中国一事 明确地向宏都拉斯方面提醒 中国政府的承诺向来是华而不实 这是为了破坏台湾外交关系的伎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